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礼拜讲一些你马上就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酸民的留言 我保证你一定会遇到 只要你在正确的路上往前进 你一定会遇到这些人 毕竟这世界上充满了就是 见不得人叫好的人 还有一些就是心理状态不是很稳定的人 网路刚好就是他们 拯救他们的一个很棒的出口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低能型的酸 当然有一些是高级酸 就是真的有讲出一些不好的地方 给予批评的有一些建设性的批评 但是可能就是语气比较讨人厌的那种 当然也是有 所以酸民其实有很多种 那除了那些听起来会让人家不爽 当然也有很多那种 就是让你听了会很温暖的 比较正面的留言 会给你鼓励的等等的 那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一下 这个话题好了 但是其实留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当你有听我上上礼拜的那个内容的话 那你现在应该会有个Facebook的campaign 正在run 就是一个广告的 那个叫什么campaign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campaign 正在run 那其实留言是一个很明确的指标 让你知道你的targeting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你看到这个影片的那些人 到底是对你的影片 或是对你的音乐的风格 是不是有兴趣的 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兴趣的话 他根本就是完全不会尿你 那除了就是酸民以外了当然 那我们在那一集有讲到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重点 在run这个campaign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的targeting正确的话 你锁定的目标是正确的话 你应该可以很快速的 就会遇到一些 就是认同你的理念的人 或是喜欢你这个风格的人 会给你一些鼓励 或者是问一些 关于影片的问题啊等等的 那你要想哦 这些人他不只花时间 看了你的影片 他还额外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给你一些心得或是反应 其实你应该要给他们一些回复的 不论如何 但是我指的回复 并不是按一个赞 因为你会看那种 绝大部分 那种粉丝团上的回复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心 不知道在从小小的那种 那种回复 或许等你有一天 你有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的时候 你真的handle不过来的时候 你也只能这样 但是现阶段的 你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做一些就是 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在敷衍人家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回那种一两个字 或者是你就回个两三 三四个字的那种 那你不如干脆不要回 我是认真的 因为那看起来真的很糟糕 那回留言 除了回给留言的人看 其实很重要的是 是给其他看到那部影片的人看 因为当别人对这影片有兴趣的时候 他一定会往下拉看一下 这篇看了这篇影片的其他人 他留言都讲了些什么 然后他看到如果你回复了 别人很正向给你的留言 然后你回复了一些 就是很明显在敷衍的 很简短的那些干话的话 他大概也不会对你这个人 有太大的好感 那回留言这件事情 除了在Facebook演算法里面 会比较有帮助以外 就是如果你有回复的话 他可能会在newsfeed 就是别人的newsfeed 会再重新出现 就是动态时报上 会再重新出现以外 比较重要的是就是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真诚 让别人感受到你是很 在乎每一个人 对于这个影片的想法 跟带来的感受 那最好的回复的方式就是 感受一下 想象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 会来留这个留言 他会来这个留言 一定是他有什么话想说 或者是他感受到了什么 那你也可以分享 关于这方面的感受 或者是你在做这首歌的时候 当时的感受 那就是跟他留言 有相关的东西 想办法开启一个讨论 其实是比较有效 精盈一段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就是开启一段对话嘛 那其实目标就是 如果你能够在 别人给你的正面回复里面 然后持续创造出一个对话的时候 其实是好的 那这个对话 不论是你在留言上面进行 或者是到最后 变成又私下 私讯的方式进行 其实应该都会有蛮好的效果 但是千万不要回那种 就是看起来 一脸就是敷衍的回复 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相信我真的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你在敷衍 当你在敷衍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影片下面的留言呢 其实最重要 简而言之 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呢 展现出你对于你的群众 和你自己作品的在乎 那当然有一种人就是 不知道讲什么 就是比较酷的那种 好听是比较酷啦 就是很难听一点就是 就是没有和陌生人交谈的能力 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跟陌生人没有交谈的能力 那也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感谢他 花时间在你的作品上 你甚至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 你是个不太会讲话的人 你甚至不知道讲什么 但是很谢谢他 和你有类似的感受 并且喜欢同一种风格等等的 好啦 那这种当然是比较好处理的部分 但是你处理这些 对你的影片有兴趣的人的 方式好不好 就是会决定他们继续追踪你 或是成为一个 长久支持你的人的几率有多高 所以花点心思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毕竟 与人建立一些感情上的连结 对于心灵上的这个成长 也是有帮助的 相信大家人生也会过得比较快乐一点 好啦 那酸民怎么办呢 现在要讲这个重点 相信 说不定已经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认真知心 我之前讲的那些东西的话 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很快 就会遇到这些问题 毕竟酸民无所不在 跟台湾的蟑螂一样 啊讲个题外话 其实我是一个极致 非常无敌害怕蟑螂的一个人 就是我对蟑螂是完全没有抵抗的 但是有个好消息 我来英国已经第三年了 我一只蟑螂都没有见过 我认真不开玩笑 我一只蟑螂都没有见过 这说不定也是 就是我对英国很有好感的 对欧洲就是高维度国家 也比较好感的其中一个决定 在美国我有看过蟑螂 我去美国的时候有看过蟑螂 但是在英国一只蟑螂都没有见过 我超级不懂就是为何 所以如果你有些冷知识 知道为什么英国没有蟑螂的话 其实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很有兴趣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好啦 那现在了如蟑螂存在一般的那些酸民好了 其实酸民有几种 那其中一种是对于你下广告 这件事情很不满 他只要看到你的影片是下广告 然后一直出现在他的news feed上面 他就是有莫名的不爽 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爽而来 畢竟他也没有付钱给facebook用他的平台 所以这个心态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但是这种人确实很多 而且也不在少数 通常他们留言的内容 就会是说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个贴文 或者是我一直看到你这个贴文觉得很烦 然后比较高级一点的就是会说 好的音乐不需要广告就会有人听 我完全看过这种留言 那其实回复这些负面留言 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就是不论他留言的内容有多么的酸多么的疾歪 就是其实你如果要回复他 当然现实条件是如果你要回复他的话 你要回复他的话 请你用一个正面尊重友善包容的态度去回复他 为什么呢 他听起来很不符合人性 但是事实上人就是如此 当你用一个很温暖很包容很正面的态度 去回复一个充满恶意的一个留言的时候 首先你可以快速有效的软化他的态度 另外就是其他人看到你的留言的回复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你这个温暖的人格 甚至会加入你 帮助你 帮你一起靠北塔 当然这种比较少啦 但我不得不说在国外很多 就是我之前在实验的时候 遇到一些酸民的时候 就是你如果用很温暖的方式 回复一些很恶意的留言的时候 其他人真的会跳进来帮助你 但是这可能是社会氛围 就是民情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这种在台湾可能比较难 但是我相信展现出一个温暖包容的一个人格态度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就是让别人会比较愿意亲近你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种说 因为你下广告看到你的贴文是下广告 所以他才看到就不爽那些人 你就是可以明确的提醒他 跟他说右上角有三个点点 那三个点点点下去呢 你就可以让Facebook知道你不想看到这个广告 你就再也不会看到这个广告咯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行为吗 为什么你不做呢 那比较装逼的那种说 你的好的音乐不需要广告 就会有人听的这种呢 你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 你正在尝试一些接触到同好的其他方式 你背后没有唱片公司帮你宣传 你也没有上电视上发新闻 或者是上报章杂志打歌的机会 所以这是你在尝试中 如果打扰到他也不太好意思这样 那如果他很坚持就是好音乐是不需要 下广告不需要宣传就有人听了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告诉你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我的文章分享给他看 然后告诉他过去这几十年来 台湾的音乐市场是怎么被骗起来的 算是一种启蒙的积点小功德也不赖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种其实是狂热音乐听众 就比如说假设你是组摇滚乐团好了 然后你在用一个做你唱的是摇滚歌 然后你的影片的音乐内容 你的主要的艺术创作的方向是摇滚风格的话 然后呢他可能会留言说 这才不是他妈的摇滚 这样做之类的 就是这种人也很多 尤其在台湾 台湾的听众其实是很高傲的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被理解 那他们也会觉得你不 他就会反而觉得是大家不理解他 是大家不理解这样的音乐 所以他对于这样的音乐 反而心理要求是很高的 那他会觉得你这个根本就他妈的不是摇滚 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摇滚这种东西 其实我从一开始在进唱片公司以前 我还国中在组乐团的时候 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以前在钢上见证的时候 我光被热音社学长炮成低能儿 真的 他就觉得你做的东西就是一个垃圾低能 就是青春假摇滚 他就说我们这是青春假摇滚 我也不否认啊 其实确实有点这种成分在以前 因为以前就是小朋友啊 小朋友就是做小朋友的歌嘛 不然你想怎么样 那面对这样的留言呢 其实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认真的开始跟他讨论 怎么样的摇滚乐才叫做摇滚乐 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那我是不是可以努力的 朝这个风格前进 那如果到最后反正就是兜不起来 你也可以很就是告诉他 你其实在寻找你喜欢这样 喜欢这种相同类型的同好 那很遗憾这样的歌 他你的风格不适合 也不是你喜欢的风格等等的 但是还是很谢谢你花时间听我的歌哦 啾咪这样 在我经验里面 如果你能够handle的好的话 这样子的人其实是有机会 变成你的长久的支持者跟追随者的 除非你下广告的target差很多 要不然其实他喜欢的人 应该不会跟你喜欢的人差太多才对 他讲出来的 假设你问他什么是摇滚乐 他讲出来那些 你应该也会有听过才对 那你们真的就可以就这些人下去 好好的讨论音乐 多一个朋友可以聊音乐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吗 毕竟这一类的人确实他是 真的很认真在听音乐的 他对音乐也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些人 而这些人确实真的才是那些 会花钱去买音乐的人 那还有另外一种算名 就是比较中二的那种 就是他可能就只会两个字 垃圾这样 那对于这种 其实就没有什么好说 就是标准步骤 封锁 然后加删除 这个完全没有好说 对我来说啦 因为这完全不需要花费时间 在这样的人身上 你不会希望改变一个综合声 觉得你是垃圾的综合声 然后希望他觉得你不是垃圾 他觉得你是不是垃圾很重要 这种人就是一点都不重要 完全不需要花时间在他身上 所以简而言之 综合以上呢 其实花时间回复留言 其实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于正面留言来说呢 你可以开始经营一些 开启一个话题 并且开始经营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那对于负面留言呢 通常用正面的温暖的态度 去回应那些恶意的留言 都能够快速的软化这些人的态度 除了回复给这些留言的人看之外呢 其实重要的是给其他 因为你这个campaign还是会继续软 会有更多其他人看到这个影片 重点是可以让其他人感受到 你有多么重视你的作品 更重视你的群众 而且回复这些 用温暖的态度 回复这些恶意留言的时候 也可以展现出你的温暖的一个人格 让别人更多人愿意亲近你 那回复他们的心态跟内容 就是告诉他们 你在用新的方法 寻找喜欢类似风格的同好和群众 那么我的歌不是你喜欢的风格 那我喜欢听的歌和你喜欢听的歌 风格不一样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吗 No big deal 但是对于那些纯粹恶意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恢复 纯粹对于你人格的攻击 甚至是歧视或是骚扰 甚至是攻击到其他留言的人 的这些人 就是完全不要怀疑 也不要犹豫 就是封锁加删除 不要让这些负面的东西 在网路上流传呢 其实我相信也是功德一件 但是如果你会因为这些恶意的留言 而影响你的情绪的话 甚至影响到你创作的信心 或对于你自己作品的信心的话 你其实真的完全可以不理他们 直接删除或是隐藏他们的留言 假装没有看到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你的最大的目标是寻找那些 会喜欢你的音乐的群众 而那些不会喜欢你的音乐的群众 说到底他们对你来说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那刚刚讲的那些心态跟小技巧就是 如果你能够handle这样子的攻击的话 能够利用这些方式 让你这个影片的效果更好 所以到最后其实还是 回归到你自己的心态 毕竟有人开始酸你的作品 或者是有负面留言的时候 其实一方面就代表 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注意到你的作品 这其实是好事 任何作为艺术的人 都会遇到这件事情的 都一定会有不认同你的 艺术理念的人 都会有不认同你想要 表达的concept的人 毕竟这世界上的人这么这么多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focus在那些 会喜欢你的人上 那些在回复留言的时候 想的是 其他人看到你这样子的留言 会有这样子的回复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讨人厌的人 这其实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比较短 那因为如果你有照着我 上上礼拜讲的 那个内容去做群众累积的话 你应该马上就会遇到 就是今天这一集 所讲的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给大家心态上的调整 因为我知道一些人真的很容易 就自尊性受创 直接被打趴 从此再也站不起来 那我也不希望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什么负面留言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 你也可以分享到 这个我们那个 独立音乐导的社团 给大家笑一下 就是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要怎么处理这样子的人 或者是你完全不想处理 你想直接把他封锁加删除 没有关系 或者是你就想要私讯我 问我的意见 就也没有关系 那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我是杨洛威宇 See ya